各位亲爱的兄弟 祝大家平安 不知道我们是不是有这种经验 就是当人吃到某一项吃蜜那个气味的时 我们就受到某一个时代还是某一个人 所以各种的气味 无论是香还是草 其实都已经给我们 给它乎无论的意义在里面 今天的经文有一个很特别的背景 就是那当初老妈的军队 那是这个将军他打赢回来时 他就会驾在军队和政府的头前 仍然开栓浸在下来 在游行时受下来的军众 白天软兵就收出那个香香的气味 来标示欢迎这个将军开栓回来 这对军队将军作为去修正的这些军人来说 这个气味所代表的就是他们跟将军作为得胜 在到营养而且受到辈子的欢迎 总是这个气味 如果是对于那个战牌的政府来说 这是一种失败跟受挫折 而且有可能是要受死的气味 所以保罗就只用这个背景 来描写基督导的死命 对基督的气味有两个作用 第一对于中心上心 而且尊守上帝为意的人 因为上帝为意来帮战烂 让我们在生活中万一驾出来 让人能感受到基督的疼心 灵敏 这样他也能感染到基督的香味 来让人万一亲滚 第二对于那个军名 虽然没有尊守上帝为意的人 虽然因为上上主目中心 没法度输出上帝为意 所以表现出来是主书主力 主目中心的态度 所以发出的草味 让人渐渐来离开 香味是吸引人 香味的范面就是草味 什么是草 汉日草很有意思 就是自大加一点 就吃醉草 一个人如果是真臭皮 只有一点点就有够草 让人离爱哄哄 总是香味就不一樣 让人疲了感觉很欢喜 很享受 琼琼就去引人 各位朋友 万难牵鼻 万一清魂 人百亚苏基督 让我们的生活 挖出琼琼琼琼香味的人心 来挖出人 来迎咬兄弟的名字 万祝输福咱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